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好的红包行情 真的没有了 很多人很紧张 就没想到沙滴走高 沙滴走高 尾盘要翻红 可是有一个现象 观众朋友可能什么 可能有看到大立光跟可乘却破低 大立光可乘破低 可是你发觉金成寅创高 金成寅创高 机会 观众朋友 机会 等是永远等不来的 要自己去找 很多观众有现在想一个问题说 剩下18个交易日 扣掉今天剩17个交易日 17天 17个交易就要过年封关了 那还要做吗 很多投资朋友会这样想 观众朋友 这17天可以做很多事 如果你买对股票 像金成寅 3个交易 5个交易 可能涨了10% 你如果说好好的运用你的资金 会什么 会很有作用 那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 我们这两天我们发觉 有太多太多的观众朋友 你手的股票很多都卡住 套牢套很久了 那你套牢套很久的股票 总是要对症下药去调整 做股票 调整股票 找温泰医可能没有什么用 因为温泰医可能不懂股票 温泰医不懂股票 你要找于泰医 于泰医懂股票 让于泰医来帮你调整一下 除了调整股票之外 你千万要记住什么 过完农历年之后 会有资金行情 于泰医有没有好的药方 除了能够什么 把你的病症给医好之外 还能够强生健库 那才重要 所以你没有发觉到 这都是之前提醒过各位的 先不看金成寅创新高 大力光坚破低 先不看金成寅创新高 或者是其他的两档股票 一样过高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 今天可曾一样破低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把关键的时间交给于泰医 于泰医懂股票 让于泰医来帮你好好的一个诊断 拔卖一下 好 盘事长观察 继续来请教于世青副总 好的 那今天这个盘 应该是大家的一个心情起伏的 还蛮大的 不过原则上 这个盘 有没有像大家想得那么好 我想 我在演讲会 或者在节目上 我也跟各位讲过 第一个 看这个 你一起床的时候 盘要看的时候 你先看这个 你先看日币 你先看日币 你先看日币怎么走 那那个日圆 你来看一看 投资本来看看 你先看一看 你先看一看 来 看看 看一看 放得大 你看看好吗 夭壽 再创新搞 那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冲击 你自己想清楚 会不会有冲击 会不会有冲击 好 那冲击的是什么部分 冲击的是什么部分 想一想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麻烦 这些事情不是发生一天 是已经 已经在进行事了 我们的节目已经跟他说过 货币战争开始 货币战争开始 你要如何自处 这个已经是讲了 一两个礼拜的事情了 那货币战争开始的话 你台币 你一直在看那个台币 就是没有用 台币又不是全世界的主要货币 是已经次要的货币又次要的 你要 讲那个台币有什么用 你现在又不是跟 台湾跟全世界打仗 那不是 不是 你台湾要让全世界货币打仗 说不要这样欧币乱说 重点在这 人家的货币在做什么 对我们的竞争力有没有影响 那如果有的话 这些要不要避开 日元贬值 日元贬值 你技术来源 或者你做了通知性的东西 你这些你不会影响到你的竞争力 会不会 我昨天在演讲会再跟人家举例子 举很多例子 但如果说你台湾真的 跟人家日本的产牌可以竞争 这一定是台湾最好的骨骗 问题怎么办 如果没那么多 是不是要稍微想一下 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 但你有办法去控制 你要不要回避 不是 你有办法去控制 你要不要回避 好 台币升值也是舒适 台币升值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对我们有什么坏处 你要把它分开 好 那如果说我们做股票 你要做做 当然是进 对我们有好处的股票 资产营建金融今天继续去不 創新工也是在这里 连热的破坏也是在这里 这些东西今天就继续 不是 大家说已经现在进行事了 所以他不会这样子就结束 他也不会这样子再结束 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在操作你一定要去 避开有风险的资产 那影响一些比较有利润的资产 就这样而已 不然补费到多困难 想到那些浮雜 看什么山 看什么山 不要看得出山 不用嘛 你就 这个东西 这资产都有什么 照资产做OK嘛 对不对 如果办公室看电视嘛 办公室要注意什么 好 我去告白今天 我今天告白下多少块 有劳容吗 你们看资金到底在刷什么 资金往哪里转 同一个族群的资金 有没有跑出去 或者留在这个族群里面绕来绕去 A股 涨完 涨B股 B股涨完 涨C股 那这个就是在同一个族群里面 如果资金在这个族群里面绕的话 那这个顶多 就是一个整理而已 就是一个轮涨的一个整理而已 那如果资金不是A股涨到B股 不是喔 是从甲族群移转到乙族群 那这样子的甲族群是不是怎样 他资金要往外流 那甲族群要不要跌 要啊 那移到乙族群 乙族群得到资金的溢注 那请问乙族群会不会涨 会嘛 所以就是资金移动的方向 你把它看清楚 这就是你关盘的重点 你在那边看 今天乌三 今天大理官破队 今天红达电器 干你屁事 干你什么事 你看那两党你可以知道资金怎么移 你可以看两党资金怎么移 干什么 每一次出去跟观众朋友面对面 我就知道你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当然坐在办公室想 我当然是想不出你在想什么 当我一出去的时候 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交流一下跟你谈 谈几句话 聊一下天就大概你知道 你现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 好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做什么 看也知道 全部还在买电子 全部买在电子 现在又多了一批 多了一批什么 原本套电子的现在好像 怎么奇怪套电子很 我们在做你的持股的 你拿来的股票 我们看一下大概就知道 原本你套老都是电子股 对不对 套老电子股会看一下 你的投资组合 有没有买金融 没有 那没有买金融 这个不用看 你人家看它的价位就知道 这一定赔很多 那如果说你有电子 然后又有金融 如果金融的比例高一点 你看那个投资组合 你整个给它算起来 不用什么赔钱 所以你看看 有没有主流股 看重不重要的 那电子股不用说 每个 几乎每个都有 而且都是成年老股 成长年套下来 套得不知不觉 而且套到没有办法处理 可是现在我又看到 好像那个持股进来 我看到 怎么要多了一批 这个族群是什么 往来生技股 这些生技股 这投资本人如果股票赚钱 股票赚钱 那个不用看 那个你早就已经跑掉了 你会把那个持股写给我 一老师 请教一下 我教你 请教一下 拜托一下 这帮我看看 一看 他会奇怪 他会怎么办 我们生股下 他会每个股票买 每个都套牢 结果说 你是怎么股票是怎么买 不是 我贏的就走他 不跑给他套 你会这么讲奇怪 你的股票怎么都套 你生真糟 贏的都跑掉了 输的呢 不跑 通通给他套 套完电子 现在又要套一个族群 叫生技股 这样补不了 我都问 你怎么贏的都不买金融 我电视说 说这么久的金融局 说半年了 你昨天都不买半期了 是我说话 我说大一你听不懂 有啦 我也有买 我又买坛 我就走他 走他 走他 对 創新高干你什么事 所以你们的毛病就是这样子 毛病就是这样 要贏四十的 去四十的 去五十的股票 贏一% 两% 走在弄 走到爆一百度 对不对 店主要叫你 要独的股票 独的不敢 贏完 你如果说 涨的卖掉 跌的 套的 就给他抱住 那我请问你 你要做到哪一天 你才会赚钱 你是不是要等那个大多头 真正大多头起来 你才有 不要说你没有解套的机会 就是那个行情 要有一个 一大波很大段的那种大多头 你才有办法解套 你知道 如果有一大段的那个大多头 人家那个会做的是算 那个 身家是要翻几倍 你再等解套 你拢回那个时间 所以你这个 如果没那个大多头 你另外一个要赎钱 你要赚钱 你一定要去把你的漏息 你那个习惯 你给它改变掉 所以你一定要破釜沉重 你如果破釜沉重 的那些勇气得更加深 你这个坏习惯一定改得掉 一旦你坏习惯改得掉 你就开始要赚钱了 真的 所以我请跟你讲 观念如果好 一世人吃好做筋课 观念如果不好 你就一世人跟他去自动 有没有 有没有 想要改变你这个操作的漏息 现在就是你最重要的地方 改得开 这关就过了 改不开 英文就是 让赔钱变成你的庶民 好不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车位见 廣告回来继续帮大家分析 今天我们一起聊天 明明 再加一步 要再加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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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甘护健康 老爸亲自见证 爸 我们了解了 健康就是幸福 新年快乐 贵格氧气人生 幸福大礼盒 自摸 不算 后十价登陆时代 就是全面降价的时代 全国首创降价地图 比十价登陆更低 哪里降 降多少 全台境外间 快上好方 就是好方法 别人都说 远距恋爱很辛苦 我却不可自拔带上这里 我爱高雄 欢迎回来生前战略 盘上还有哪些重点呢 继续来请教 建文副总 好的 以前人家说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这句话 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更好的 来 他说不景气 更争气 有没有 而且为什么我说 更好 更厉害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73岁的长辈 73岁的长辈 如果73岁的长辈都能够争气 都能告诉各位 他是这样做 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什么 没有人能够说我现在不景气 让你没有办法有所发挥 他除了什么 他除了说会修鞋子 一个长辈 73岁的长辈 刘先生 老鞋匠不只会修鞋子 他还会什么 日常用品 包包 雨伞 什么都难不倒他 所以什么 客人什么 对他的称赞成了口碑 让刘鞋匠 刘先生的生意 长辈的生意 因为生意不断 旁边还堆满了待修之物 刘先生讲说 OK 客人的满意比较重要 就是这样服务的精神 让不少客人跟什么 跟刘先生成了老朋友 就是争气 那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我知道要争气 我知道要争气 可是我怎么做都没办法 不是我不争气 是股票不争气 好 对 你们讲的都对 所以要找于太医 来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想要争气 但是股票不争气 这个是金丞颖 我想今天尾盘这样做价 这样上去 粗量上去 很多人又眼睛为之一亮 再创新高 不只生前争气 生前选出来的股票 一样争气 有没有 再创新高 已经涨了百分之四点五千 不要再讲这个 这个我也不敢买 对 不敢买 所以他要一直涨 来 这是什么 这是富邦金 有没有 很多观众朋友都想说 这个我也不敢买 好 很多投资朋友都想说 还有剩下17天 余太医说要开药方 余太医有没有开药方 观众朋友 你萌心自问 来 这是余太医开的药方 有没有 我们就是希望在过年之前 你不管说现在剩下多少时间 你都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 甚至在过完年之后 那个机会才是更大 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动作 你一定要找人帮你看 来 这是余太医先前告诉各位的 2012年EPS1.67 这是公司派公布出来的 年成长率高达67% 股价低于静止 错过金城银的下一档 今天一样创新高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种现象 你会不会担心说 今天盘中跌了八十几点 跌了八十几点 对啦 我们也知道跌了八十几点 八十几点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思考 第一个股票为什么会涨 涨的股票在哪里 涨的族群在哪里 你要赶快把握 另外一个说 跌了八十几点 在跌什么股票 刚才余太医讲的 余老讲的 哪些股票你要做调整 我们要坚持在当中 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很关键 每天都很重 你一旦不调整 好 时间越拖越久 你越拖越久 到时候 股票你也不知道 你要调整 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这边一看 这调整就 你不是够贓而已 那有时候 调整的时间点 那就非常非常的关键 不管剩十七天 剩一天剩两天 你都要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关键的时间 交给余老 让余老告诉各位说 OK 看到股票创 应该很高兴 大家拍拍手 恭喜有买的观众朋友 但是更重要是什么 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好 排面上观察方向 继续来请教余世青副总 我的建议 说我们以后 那个股票也不用遮了 我想说这个天衣无缝 这个股票这样扎的 价值来扎的 你已经猜不到 我现在讲什么股票 结果一出去演讲 要想每个都知道 还有那个观众跟我讲是 全世界都知道 结果我余老师不知道 知不知道 这一招实在没有用了 你们真的是太聪明了 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的股票要不要创新高 你替我们作证 对不对 有去不去 你们自己会知道 比花钱做 真的是厉害 但是 自己要学会方法 自己要学会好 学会好 你自然 选择股票就会创新高 学不好 股票是这样热 好 我已经告诉各位 你的投资组合 你要怎么去建立的 我想这个 每天讲这个也是很烦 真的 每天让我讲 讲的让我说 不会烦的就是这个 这个我天天讲 也不会烦他 这个真的是千变万化 而且 而且还满好玩的 我们坦白讲 这个东西还满好玩的 好 来… 今天一定要来看一下 来 放大一点 今天乘量只有738亿 这是量是缩的 量是缩 可是今天指数是收涨 所以今天这个 量缩上涨 这个就是虚掌 虚掌 虚掌 该死了 连 那个王妃 王妃走过去 你也想要 不是唱歌王妃 是英国王妃 走过你 想要人 甘一个手 缓缓 拌三天 那不是 虚掌就要他放肩 那不是 你 你比较正经的 你也让人一个机会 就不小心给你拉到红 你要给我一个机会 我这个机会 我没有改进的话 你再 让我 关我三天 对不对 那请问呢 这个虚掌 虚掌 既然是虚掌 要把这个虚化成死 要怎么办 虚掌要变成死掌 要怎么办 就是要补量 就是要补量 所以量人补不出来 这个虚的还是虚 虚的还是虚 所以就是盘 这很简单 就是盘 这样子而已 会不会回 你虚的不用给它回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按你说会不会跌很多 也不会 因为量缩掉 你如果再没有量 就是量缩掉 那量缩掉就是没有量 我讲过 无量难涨 亦难跌 所以你说会跌 不会跌很多 会跌 但是不会跌很多 不是 会不会涨会 但是不会涨很多 这个是无量的状况之下 所以你已经人生气了 所以你来就要补量 如果补不量 就是要拌 可能要盘软 我们要这样子讲说盘软 但是这个量 就很麻烦 你今天是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假设 一定很多人跟你讲说 我如果量又不到 这个一千 这个好不好 当天看起来一定很好 可是隔天又软下来了 因为量能又放大过速 有什么状况 要说你们量能要放大那么大 就疑问 那就是疑问 对不对 所以说量也不能放得太大 所以明天量也不可以放大说超高 900亿以上 九百起立就算大了 那这个可能就是礼拜二 礼拜三就不大会涨了 如果说量放大到900亿以上 礼拜三又不大会涨了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不就是盘吗 只盘而已 上礼拜 我不是跟你讲过 这个礼拜的一个结算 就盘整机率最高 有没有讲过 那你在一直跟我讲说 不行 余老师 为什么 那外资得担不掉 翻去放空 这事情严重 这外资看空 这拨一定要热 热 要不热一堆 他有热一堆 今天又起他有热 所以你在那边看外资的仓位 第一个 它的量也不是很大 我坦白来讲 那几千口而已 你看那大拳放一下就好了 那几千口而已 那看得很严重 你有看过那两万口以上 那个真正会输贏 那几千口 那边吓得半死 吓到整天 礼拜六 礼拜天 说不敢出门 我密度回来你 阿门 然后你又没有注意到 外资市场多单 变成多单 有时候变成空单 有时候变成空单 有时候变成多单 有时候变成空单 那一口就在那 忽多忽空在那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方向 在那忽多忽空 你如果生间 你如果感冒 那这个就是你多想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都看不懂了 你还看他的方向 你如果考试作弊 你如果要抢 我们三个人 平均 见闻我 我三个在科技 你坐在我后面去偷看 你也偷看平均跟见闻 你偷看我 你偷看我 我的答案就一定错的 你偷看我的 所以你被死 當是应该的 對不對 我偷看平均的 搞不好兩題還對一題 我这一題錯的 我要偷看见闻 可能又對 搞不好我考的分數 還比他們兩個高 對不對 所以你偷看 你不要看到人 你看到我 你吃辣辣辣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参考這個部分 你一定要自己知道 他自己都 你搞不懂了 你還要偷看他的 那你不是更搞不懂 操作的方向一定要一致 不能忽多忽空 這個時間點 我有跟你說過要放什麼 這個時間點 我有第一天說 等一下說 開始多擔出青 反手放空 有沒有 真的沒有 回憶一下 好像真的沒有 我只是長多告訴你 不能追 等拉回來再接 長多不能追 拉回來再接 長多不能追 拉回來再接 我的方向都一樣 我的方向有沒有 向他變來變去 每天在那裡忽多忽空 還有 沒有 所以你操作方向要有一致性 不要忽多忽空 隨盤面起舞 對不對 這樣你自然可以掌握到 那個趨勢 現在既然是一個多方式 你現在就是要想辦法 去進場 去把你的錢 本來是現金 先怎麼樣去投入股市 讓你的現金部位降低 讓你的持股所謂增加 這就是多頭市你要做的事情 我一次跟那個顏秉立問 問說 這個房子可不可以買 你知道那個死多頭 他直接問我 為什麼不要買 我長那麼多要不要賣 為什麼要賣 對啊 你既然是一個多頭市 你為什麼不買 你為什麼要賣 對啊 既然是多頭 你為什麼不買 既然是多頭 你每天在那邊想賣 想空 你在想什麼 這就是你不對 所以怎麼樣 讓你的資金所謂降低 把這些現金放到你的持股 讓你的持股所謂增加 這個就是現在 你目前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且每個人都要把它做好 一旦做好 這個趨勢上來了 你就是市場上最大的贏家 要加油 不是要不要說假 好不好 好 這個今天旁邊上的 這台股是開低走高的 那麼今天最後 所以一盤的時候是 油黑翻紅 指數最後翻紅 小漲了4點 又守住7800點的整數價位 旁邊上的金融股 還有銀建股領軍 其實今天在兩岸的股市 漲的都是這個題材 那麼今天也非常感謝 兩位來賓的分析 在這邊也要提醒 觀眾朋友節目當中的資料 請供參考投資朋友 是要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全家人的免疫力常常不夠 睡眠不足 壓力大 免疫力下降 年齡越大 免疫力越低 免疫調整好 健康自來找 貴格全家營養奶粉 有獨家配方 實驗證明能讓免疫細胞增生 獲得國家健康認證 還有兩倍牛奶鈣質 守護全家免疫力 貴格全家營養奶粉 別人都說遠距戀愛很辛苦 我卻不可自拔帶上這裡 Someone arrived Some pass me by When love comes You always see a sign When I see you I know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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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B冰冰 Golf